历史的错误或可原谅 但历史的真相不能遗忘 从以为抗日到八年抗战 是一页铁中华民族反侵略 反殖民的血泪历史 欢迎收听 抗战胜利即台湾光复七十周年纪念 系列报道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中央广播电台所制播的 抗战胜利即光复七十周年系列报道 在听完了我们节目之前 介绍了客家三节的抗日故事之后 今天我们要把焦点放在 抗日三猛的身上 在风起云涌的一味抗日的过程当中 台湾全岛都出现了抗日义勇军 其中以北部的简大师 以及中部的柯铁虎 还有南部的林少谋三人组成的义勇军 最让日军头疼 而这三人也被称为抗日三猛 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博洋文化社长 也是台湾史的专家杨连福杨老师 来为我们介绍抗日三猛的传奇故事 杨老师你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老师我们又依序从北部的简大师开始好了 这个简大师光是从名字来讲 听起来就很传奇 它是记载是跟他的力大无穷有关 简大师 这个他在整个台湾以为抗日的历史里面 他算是资料比较少 而且算是比较悲剧型的 很典型的一个悲剧 那他是据说是出生在宜南 不过因为他的故乡是所谓张州南静 所以这回曾经回到南静这里 去大陆去习武 习武所以孔武有力 传说说他曾经啊 到他们家族的这个宗祠里面的门口 通常这个宗祠或庙宇 门口都会有十狮子 他曾经啊 这个力大无穷啊 把这个十狮子举起来 然后绕着整个乡里啊 这样子走 所以当地就有一句话 气力大十狮 这样的一个人就叫大师 加上他的名字就是简大师 因此他本来并不是叫做这个简大师 大家就是后来就是因为他的力气无比啊 所以能够举起这个十狮 所以说哎把他的这一个正正确的名字忘记了 反而通通都叫做简大师 那这个简大师啊 是当时一位歌台的时候啊 当时抗日的三门 三门里面啊最北边的啊 这样的一个抗日制式 当时这个简大师呃 他主要就是在啊 因为他会习武就在副尾就今天的淡水这个地区啊 开武馆 那他具有这个民族节庆啊 所以知道日本人要来要来占领台湾 他就在北部这里啊 靠近淡水啊 金包里啊 士林这一带啊 大屯山来抗日 所以说他曾经啊 两次围攻台北城 甚至啊 在第二次的时候啊 跟这个啊 白马将军啊 在系指的一个叫做白马将军 陳秋菊啊 是 呃 当时在1897呢 就是歌台两年以后啊 当时清军有清朝有 呃 日本人有一条规定啊 说你留在台湾的这些啊 清朝的官员 或者这一些士人啊 或者呃 这些呃 相关人士 如果你要回到清国 那你赶快回去 是 如果你不归回到清国以后就归为台湾人 哦 所以当在1897年的时候 呃 你这一年是决定啊 你是不是要当台湾人还是要回到清国 嗯嗯 当清国人的时候 哎 当时的简大师跟陈秋菊 以及啊 啊 当时跟简大师一起 呃 对抗日本人的一个卢锦秋 啊 呃 三个人啊 决定啊 要给日本人 撂开 嗯哼 说你这样子这一条条款 我既要当清国人 我也要当台湾人 我就在跟你这个啊 抵抗 是 但是去攻打这个大道城 啊 还没进入台北城的时候啊 结果 呃 就失败了 嗯哼哼 失败了之后当时的这一个 跟简大师一起对抗日本人的这个卢锦春啊 就投降了 是 投降了以后 呃 当时这一个简大师看这个事不可为 呃 他也投降了 就归顺啊 啊 这个呃 日本帝国 嗯哼 那日本帝国以后 呃 他就被 就软禁了 那软禁了 当时日本人跟他谈判啊 说 嗯 这样子啦 我一样让你回去哦 那你就不要再反抗我了 是 哎 也没把他处死啊 嗯哼 就让他自由活动啊 啊 就到了这个所谓今天的金山啊 金包里这个地方嗯哼 呃 去活动 就是在北海岸这里 哎 那他虽然归顺了日本人 但是心中啊 对清朝啊 对这抗日这样的一个情绪啊 还依然存在 所以在金包里啊 他能秘密的建构一些密室 啊 装置这些武器 还是心里想说啊 哪一天我还是要抗日 是 就是这样子啊 呃 迟迟的啊 这个准备要抗日的一个准备 嗯哼哼哼 那日本人啊 就再来找他谈判 哦 那 最后啊 就谈判 结果 呃 就破获了这一个啊 所谓简大师在金包里金山这一带的 这一个 所谓的他秘密的一个基地 那破获了以后啊 呃 这个简大师啊 只有匆忙的逃还回到这个大陆的厦门 嗯哼 那他剩下的这些啊 这个兵主啊 或者这些义士啊 就被日本人啊 屠杀而尽 嗯哼 不过那时候简大师他认为他是倾国人 对对对对 所以他是回到厦门他他最主要他也是想说是不是可以在那边可以募到一些钱 然后我筹到一些势力 然后再回到台湾 对 再做进去再继续这个抗日的活动吗 当时简大师他心中还幻想的说嗯我回到清国啊 再找一些知识找一些资金 我还是要回来台湾 没错 准备抗日 所以说他就回到了这个厦门 那当时厦门啊 是属于福建省 那福建省当时跟日 就清廷跟日本有一条的这个 呃 合约签了一个叫做福建不割让的这样的一个呃合约 是 就是呃 我清博 虽然占领了台湾我不 不会再打到福建了 嗯哼 就是到到此为止 我就跟你这个清廷跟福建保持友好关系 但是啊 如果有一些反抗我的台湾人啊 或者以前清国的这个 这个残残余的这个部队 回到福建的话 你要逮捕交给我啊 所以说当时的这个简大师啊 不晓得有这一条条款 所以说这是等于啊 洋入湖口 回到了清这个福建以后 觉得这个这个以前我是清国的这个人 呃 我效忠清国 应该啊 福建的这个官方会保护我 而且会支持他 哎呀 我就会支持他 结果啊 日本人要求清朝在福建的官员要逮捕 简大师 是 哦 那这个当时的这个简大师杀住了 嗯哼 他曾经说啊 我愿为啊清国的臣民 嗯哼 那死啊 愿为这个大清之鬼 是 想不到啊 结果这个清廷啊 这个软骨头 嗯哼哼哼 不仅各让了台湾 他还把这个福建有一些抗日制式啊 啊 在台湾啊 对日抗战的 Himself 任何 這個一位抗日的這些役勇啊 这些军民啊 逮捕了 这些逮捕了 逮捕了以后啊 還 這個不是這個 直接交给日本 还引渡回到台湾 把他在台湾交给日本人 那必死无疑 所以说当时的这个简大师 说他是一个悲剧人物 他明明回到了清国了 可以安全了 结果还是被清国逮捕 逮捕了以后 就判刑你去清国关了 那也没事 结果还让他引渡回到台湾 最后在台北监狱 把他除绞刑 所以说简大师他这一个人 他所发生的事情叫做简大师事件 是一个典型 想要效忠清国 对于清国是非常效忠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抗日制 最后被清国逮捕了 交回到日本 交回到台湾 还被处死 这是一个很大的讽刺 等于说我想效忠清朝 结果却被清朝出卖 还被逮捕 最后交到日本手上 被处死了 这是一个很悲戏的一个 抗日制式的一个故事 他是被 等于说是被清廷出卖 不过这个事件 有让台湾的民众完全对清朝 就当时的中国 这个很失望吗 当时清朝 对于这个台湾抗日制式 这个所谓祖国 既没有这个能力援救 但是也至少可以庇护 可以保护吧 是 就让台湾抗日制式 对清国更加的失望 甚至到了这一个 很多的这个后援 很多资助 觉得说靠中国没有用 要靠自己 才有那样的一个办法 不过这个真是一场悲剧 因为一心想象的这个 当时他自己心里的祖国 没有最后被这个祖国给出卖 所以真是一场悲剧 好 不过我们把焦点 如果是移到中部 那我们就要问一下柯铁虎 柯铁虎跟他一样 跟吉他士一样 好像也是一个贝利过人 善斗的人 所以他才被叫做柯铁虎 他本来也不叫柯铁虎 对不对 这柯铁虎 他比较有趣的是 他是一个很年轻的年轻人 他是云林古坑人 那他当时 根据资料说 他20岁就能够招募了数百人的这个意识 来对抗日本人 你想想现在20岁 就我们看这个最近所发生 太阳花学印 可是太阳花学印 他是刚好有那样子的一个公民团体来支持 可是你想20岁 现在的年轻人 你说要叫一个30岁40岁或者其他朋友 来帮你卖命去做某一件事情 好像有一点困难 但是他在20岁的时候 他就能够招募了数百个意识 来对抗日本人 而且因为他是云林古坑人 他就掌握了云林一个叫做大平顶 这样一个所谓是一个天险 很难进入 那他们就成立了所谓的铁国山 这样子的一个基地 那当时刚好刘永福的一个部署 叫做简易的 被日本人打败了 打败了以后他就投奔去磕铁湖 一个20岁的这个年轻人 还收容了一个所谓的将领 那当时就推派这个简易为首领 那两个人结合以后 还数次大败了日军 取得胜利 不过到了1896年的时候 当时简易就率领了壮士 大概600人 是 在这个云林嘉义 跟日本人对抗 都把云林城 嘉义城都占领了 可是后来就日军继续反攻 而且日军他知道 喜欢用这一个所谓的 我们台湾人里面的矛盾 分化或者怀柔威胁利诱 找了一些地方士绅 来游说说你们可以投降给我 我这个不会对你们 有什么样的威胁或处分 所以说派了一个日本人 叫做白锦新太郎的 到斗六去招降这个简易 这个简易就被说服了 就投降了 最后这个铁国山就以 这个柯铁湖为总统 这个总统不是 现在我们讲的总统 大概是市长之类的 是比区长或者乡镇长更高的一个单位 不是说今天他是一个大总统 不是 那当时的日军就猛攻这个铁钢山 最后还是使出那个所谓怀柔主政策 派了一个所谓刚才讲的白锦新太郎 到斗六去招降柯铁湖 是 那柯铁湖因为 粮草还有军火都不够 所以说 最后没办法 只有放弃抵抗 解散了自己的一个部队 那解散部队又等于 这只老虎 没有爪牙了 那因为他好像生懒重病 最后病逝 含恨而死 这个是 他死的时候才24岁 非常年轻 不过提到柯铁湖 这个老师刚刚提到所谓的 这个招安怀柔政策 对不对 这是日本人分化台湾 这个内部反抗势力 最主要的一个步骤 一招 那个听说 他那时候还设下了一个鸿门宴 对不对 那这个当时 就是所谓派了白锦新太郎 去跟他这个谈判 然后希望说 能够投降个日军 那我们对你的处罚不好 所以当时就是 在这个酒院之中 这个杯酒士兵权 但是这个柯铁湖 可能你还年纪轻吧 就在这个粮草 或者一些武器不足的情况之下 半退半就 就是把他的这个铁国山的 这个解散了 那最后 才被日本人收编了 那最后因为他自己 应该在这个几次的 这个战役当中 都有这个身体上的这个疾病 最后这个病重而病死了 不过那个时候 那个鸿门宴 我听就是 这个一些人传述啊 他说那时候还要带 红花跟白花 有没有 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然后就是说 那时候就是要屠杀 整个整个这个会场的时候 就按到红花白花来来看这个 来分 来分别 所以日本人 的的确确有一套了 那个时候就是造成这样的一个势力 不过呢 这个柯铁湖 最后这个所谓的铁国山 整个就被瓦解掉了 这算是一个中部 最主要的一个代表性人物了 而且当时其实柯铁湖 他本名叫做柯铁 是 那因为他是这个很凶猛 像这个老虎就变成铁湖 他抗日数年 杀日本人 不下万人 等于等于是有在这个中部地区 造成日本人的一个这个威胁 跟重要的一个阻廊 才20岁 20岁 对 所以你可以想看20岁 他是不简单 杀就杀日军杀到有这个万人 你想想看真的是 难怪日军会视他为仇口 这个当然是一个一号人物了 不过跟这个简大师和柯铁湖不同的话 我们就要讲到下一个是林少猫 讲到就是柯铁湖或是简大师 刚刚我们都提到他力大无穷 非常这个善斗 但是呢 林少猫反而是一个心思比较细腻的领导人 老师能不能讲一下林少猫这样的一个人 那林少猫因为他年纪比较大 就不像柯铁湖那么年轻 又不像简大师是习武之人 他是等于说我们今天看到的所谓的公民团体 或者社会团体的一个领袖 动脑子的 林少猫他本名叫做林苗生 也有叫做林毅成 他是屏东万丹人 一个叫做竹甘兰的就是今天屏东万丹一带 他小名叫做少猫 也有人称他叫做小猫 所以他最早是因为他爸爸开年名厂 米嘎 然后这一个在市场上卖鱼卖猪肉 而且具有社会影响力 因此当时在这个市场里面 就是高频一带 具有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力 就因为这样的关系 他们致富了 也有人说这个林少猫是屠夫 所以说在社会的 有这样具有很大的这个影响力 当时在清朝台南支府这里面 还听到说在高频地区 有这样的一个林少猫这样的人士 就把他聘到台南去担任营官 就是当一个军队的一个官员 大概所以他最早的一个出身 跟别人不太一样 而且透过他在市场 在做经商的时候 他慷慨好遇 具有领导才能 认识非常多的 社会各阶层的一个人士 因此到了189 以为歌台的时候 他的个性就是慷慨好遇 都善尽家财 就是用花钱 招募了很多闽南人客家人 甚至还有 这个屏东排湾族的这个原地 原住民将近700人 加上客家闽南人的 千余人 将近招募了2000多人抗日 这个等于是一个小型的军队 可见林少猫当时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他很厉害 这样可以把各个族群统合起来 统合在一起 可能他有钱 然后这个对于社会有影响力 而且在南部地区 是最凶悍的 因此日本人对于林少猫 是认为他是最凶悍 最难打的一个抗日异军 所以当时林少猫曾经去攻打 这个所谓屏东 这个阿高宪兵队 还有曾经去攻打凤山 潮州 这个官署 而且他每一次打下了这个地区了以后 就讲日本人的这个财物 拿出来救济老百姓 还有给老百姓施予恩惠 是 所以民众都会掩护 这个林少猫 他的这个抗日行为 所以大家都等于松拥 协助他来帮助 而且是以能够跟林少猫 认识握手交往 为感到这个骄傲 所以很多富商 很多有钱人 也都支助他 然后跟他往来 所以林少猫等于是在南部 这个化罪的肩膀 有势力的 那当时的日本人 为了要消除林少猫 还派人去暗杀 就暗杀不成 是 所以就用日本人最擅长的 怀柔正成 他就派了当时 所谓高雄有名的一些士绅 包含陈中和 还有这个苏云梯 还有许亭光 这些人 陆陆续续的 这个威胁利用 说你林少猫如果来谈判 我愿意怎样怎样 就做各种的这个社会人情压力 让林少猫 这个 有一点心动 最后 林少猫就想 打也不是办法 他就提出了所谓十大条件 是 这十大条件有什么 就是准许 这个免缴税 免开发肯定 我都要给我开发 然后我的部署犯罪 没有事 然后我的部署的武器 不用搅回 然后不追究我们这个 抗日的这个行责 还要补助我两千大元 这个日本人讲说 你真的是 得了便宜还卖乖 试试他开口 日本人最后不得 因为你既然要劝详他 除了征税 因为税收是牵涉到 他们的财务 其他的日本人都勉强的同意 就等于说用缓兵之计 让这个林绍茂解除新房 是 来最后这个归顺了 归顺了以后 就安排这个林绍茂 这一些人就住在高雄凤山 这个后避 欧币拿这样的一个地方 在那边就所谓的 你去捕鱼 去经营自己的事业 我不会去管理 那等于说林绍茂就在这里 就安居乐业 不过内心的那种抗热的想法 还是会 毕竟他跟日本政府 没那么麻 没那么合 所以说日本政府也是怕他这一招 所以等他归顺了几年以后 1902年的时候 日军就进攻他 破酸的后避林 整个把他的一些家属或者一些部署 整个杀光 将近有男的有杀了41个人 女的有25个人 儿童有10个人 等于他的家族都被他杀死了 包含他的弟弟 他的侄子都杀死了 而且牵连到他的亲戚 就扩大 杀了将近400多人 那一些亲近人士 比如说跟他曾经有什么 祝寿 有商业往来 只要有名册 有一次他妈妈生日的时候 有所谓礼铺 看到有签名的 都抓来就杀 等于要把林绍猫的所谓的根绝 把他的亲朋好友 租九族就是了 甚至更多的 连他的四朋友 通通要杀死 所以说要彻底消灭 林绍猫的势力 最后林绍猫 这一个事件 才让这个 所谓的南部的抗日势力 整个瓦解 从林绍猫之后 整个日本军队 是不是在整个台湾 就已经完全的掌控住了 基本上在1895年 一直到1900年 这一段时间 陆陆续续有很多的抗争事件 不过大型的抗日事件 就在林绍猫事件以后 就比较少了 后来一直要到西莱恩事件 或者罗欣福的抗日事件 那都是小规模 零星的一个抗日事件 而没有办法串联全台 或者跨区域的这样的一个抗日事件 而且日军早已经就是 已经就是掌握掌控了 有人说称赞所谓日本人在台湾盖了重贯线铁路 其实盖重贯线铁路除了交通便利以外 它很重要的一个国防战略 可能这个现在看起来 当时以日本人统治台湾的情况 所谓重贯线铁路 其实是要把从北部台北一直到高雄 它的这个国防兵力军事的调度力量 去能够做更速度更快的这样的一个运作 可是到今天我们来看 这个是对台湾交通的一个便利 所以说当时是要访对日本人 就是异军的对抗日本人 那现在看反而变成是一个德政 所以历史的变化就是这样 是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历史的观察 好这也就是我们今天为您介绍 一位战争过程中的抗日三梦的故事 这些抗日的斗士 虽然今天都已经慷慨牺牲了 但他们保卫乡土的精神 却留给后人无尽的哀思 我们也期盼透过我们今天的介绍 能让您在抗日70周年的同时 更清楚的这个可以认识 台湾以为战争120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 今天我们就非常感谢台湾史的专家 杨延福杨老师的精彩介绍 杨老师谢谢 谢谢